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三條有得夠薑嗎?敢搶我? 慢一點 如果你拿到一百萬出來 我就把手指還給你們 強哥, 做到事 他終於一天都說了 不是, 還有事要追蹤 讓他老婆知道了 你已經知道了? 那怎麼辦? 李宗盛 他怎麼會這樣做? 那你想怎麼樣? 你會不會告訴高先生? 你這樣做, 高會坐牢 你怎麼會這樣做? 我也不知道我應該怎麼做 說又不對, 不說又不對 其實你不說, 沒人會知道 我做了這麼多年人 我一直都警惕我自己做人要公道 不可以有私心 如果我這次不把這件事說出來 就是維護你哥哥, 那就有私心 對高先生對高德都很不公道 這樣是違背我的原則 對高德都很不公道 加上這次這件事真的很嚴重 對高德的損害很大 那個損害去到怎樣 我真的無法估計 可能我跟高先生說 高先生會有應變的措施 令損害減到最低, 好? 我完全明白你的兩難 但那個是你老公 你也不想哥哥有事 真的沒有一個兩全其滅的辦法嗎? 令姐 我先洗澡 你好 你好 我今天約了朋友, 不空招呼你 你不是這樣對欣人吧? 欣人?你喝大了嗎? 不如這樣, 你給我一分鐘時間 或者你聽我說完之後 你會當我欣人這麼擺 A5房, 真棒 有什麼事快點說 一分鐘時間很快就通過了 怎麼樣? 我知道你一直當姓毛的眼中釘 但又沒辦法弄死他 還令你自己廢了武功, 無法回身 不過如果我說有姓毛的黑材料 可以讓你一鋪弄死他 你說, 我是不是你欣人 你究竟知道什麼? 我認識一個江湖人物叫盧麗強 他是專門收公司產品 做翻版賺錢 今天他約了Sonna去見面 說有些好東西給我 怎麼知道我一到房門後 又看到無眼的敏家華和一個印度人 不斷求老麗強 叫他給他一個USB 我還聽到老麗強大大聲跟他們說 說真金白銀入了二百萬 是敏家華的戶口 照我估計 他們應該把你們高得的產品 賣出去嘗試賺錢 他們賣什麼? 原來一分鐘這麼短 好了, 我還是走了 別妨礙你這麼不通氣 喂…跟你說笑而已 怎麼你這麼沒陰墨感 朋友明天再約了 快點說, 究竟他們賣什麼? 就是你們高得的ES ES? 他們這麼大膽的公司賣出去? 不過後來老麗強跟我說 說交易取消, 沒什麼賣給我 為什麼? 說吧, 老麗強懶憂意氣 死都不肯說 幸好, 我認識他的手下 我坐他兩座而已, 馬上說出來 原來毛雅力和敏家華叔叔 要多加一百萬買一隻手指 光是這些資料就已經夠直租了 怎麼樣?算不算因人? 算了, 不僅可以請你吃牛扒 今晚還可以留夜一點 怎麼樣?找得拿來嗎? 聰明, 糟了 我怕他會爆這件事出來 對, 我回到公司了 我看什麼環境再打給你 J, 高先生有沒有找我? 高先生知道已經約了高太吃早餐 找你幹什麼?找你做電燈打嗎? 高丹科技 是 有什麼事, 直接去警察就行了 Mandy 是 警察那邊有沒有找我? 警察?你不見了東西叫他們找嗎? 你好, 早安, 周先生 我是高德的Mandy Wong 有什麼事, 直接把Cuber坐在這裡 Ryan, Cuber怎麼找我? 他早就出去見一下 要不然我們早上去天台劈磚 勞勞勞勞 謝謝, 謝謝 最重要的是我, 因為天下太悲慘 V姐 V姐 文家華, 馬上來天台找我 記住, 一個人來 V姐, 找我什麼事? 你和Alex賣EX那件事, 我已經知道了 我也不知道你說什麼 你的銀行戶口有老黎強入錢給你的紀錄 警方一查就查到了 你擅自盜取公司的資產拿去買 你知不知道很大罪嗎? 是我們喝醉才這樣做 要不然我們補貨, 拿這隻手指回來 賠了一百萬 你不是要我坐牢才能安心嗎? 你胖頭得意這麼脆, 又會說爛機 我哪捨得你坐牢呢? 其實Alex不給你一隻手指 你又哪有得拿去買 只要你把事情說成是他做 你只是受他疏擺 我會請你最好的律師 幫你轉為污點證人 我保證你會沒事 還有經理做, 做到退休為止 你要我出賣兄弟? 傻瓜, 這時候你還說義氣? 先顧著自己吧 我給你一分鐘時間 你想清楚, 究竟你想坐經理房 還是想坐監房 支針走得很快 你別想太久了 過了鐘, 就算你跪著求我都沒用 時間到了, 要富貴還是閉藝 究竟對, 還是不對? 我…對 我說了, 你很懂事務 跟我見高先生 別走著 我是對你 你瘋了嗎?我替你利用打我 我想打你很久了 你都欺負我盡 給我一分鐘時間考慮 都要騙我三十秒 你臭小子, 我別壞你 你當我問家華是什麼人 我喝醉酒弄得這麼嚴重 兄弟肯暗塵來救我 我會罵他?你不是傻瓜 我和Alex, 巴煙通都可以交換來著 我們這麼好, 到你八婆來挑撥? 好, 我告訴你 我寧願自己死, 我也不會罵他 好… 聽到沒有? 你寧願自己死, 都要保住你兄弟 我們要告你死為止 好, 趁你我還沒死之前 我打死你為止 你瘋了嗎? 教你也不怕我 我沒事的, 我喜歡試試點燈 走, 打死你為止 救命, 傻瓜大人 救命… 救命… 幹什麼?幹什麼? 他呀, 是賊, 偷公司的東西 還打人 是, 我們偷公司的東西去賣 我罪有應得, 報警 打狗一狗 你瘋了嗎?幹什麼? 你瘋了嗎? 我肯定要承認 不是吧? 這件事… 這件事是我沒有人做的 與任何人無關 是我擅自導出公司資產出去賣 我該死, 我該坐牢的 你不用擔心 這件事今天是Alex More有份的 你這個臭婆娘做唱歌人 告訴你, 我沒有擔心他 這件事是我個人做的 什麼事? 你們看得正確 看著我再打他 你們看到了, 他在這裡打人 我不告你, 我不吃車 告我… 你瘋了嗎? 我說他喝醉了, 亂碰 抓我… 我們沒手扣, 不抓了吧? 打死你, 我想打你很難 抓他… 抓他… 我們在樂園口供出來了 炆了一點點, 為何這麼久 會不會即時入獄? 你們的聲音, 我脫口水廣告 沒事… 哥哥, 你知道Ling姐她遲職嗎? 什麼?遲職嗎? 是呀, 我剛才回去看電腦 才發現原來Ling姐昨晚帶了遲職信 今天已經沒有上班了 不是吧?那她去了哪裡? 我也不知道, 我也在找她 不跟你說, 就這樣 你沒事吧? 沒事, 什麼都說了 打女人的案子 我們一定會責任她傷人罪 那女人是抵打的 怎麼抵打也好, 打人犯法 還有, 你知道什麼都認了 又說喝醉了酒, 拿了高德的東西去買 所以我們極有可能 會責任你一條盜竊罪 現在過去做買保釋手續, 好嗎? 謝謝你, Sir 怎麼了? 像死狗一樣 沒事, 什麼盜竊罪 那部YES最後都沒有壞 就算有罪, 情有可原吧? 最多判我十幾二十人 還有, 那個傷人罪 法官看到打牛家這麼壞 一定把我當庭釋放, 對不對? 可能只是守行為一天都不用坐 不是 鄧小小, 你說的最低消費 到時最高刑罰是十四年 商人更糟糕 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 如果分期則笨 你有機會坐一輩子零十四年 到時你懷孕了那麼低 別說經理, 工都沒有人聘請你 連劍奸你也做不到 你怎麼這麼傻, 一個人背著 會坐牢? 不是一個人背著 難道我們三個在石壁打籃球嗎? 不是, 我一輩子都問了一點 但是今天 我終於做回一件轟轟烈烈的事 你讓我重新選過 我一定會照做 這件事是我一輩子決定得最適合 你們一定要支持我 問一點 找不到Ling姐? 去到孤兒院, 找到她的朋友 我沒見過她 我想她真的不知道 要怎麼面對這件事 她這輩子都沒有私心 但她又不想把你 謎yes這件事告訴高先生 最後要辭職 她為了我, 放棄了自己的原則 我知道這一關 是令她很難過, 很難受的 你知道就好了 我知道, 最壞的是我 如果我不拿電話機器出來 就什麼事都沒有 現在連累自己的老婆 連累自己的兄弟 不行, 所有事都是因我而起的 去哪裡? 去做些事 其實今天下午警方找了我協助調查 好, 我也想聽聽你有什麼解釋 高先生, 對不起 這件事是我搞出來的 前晚我心情很差, 喝得很醉 就拿個USB出來伸 現在整件事只會弄成這樣 沒有, 但我第二天早上 已經馬上拿到我百萬 去贖上那支USB回來 所以我想暫時應該對公司 沒什麼大影響 我知道我老婆為了維護我 弄得要辭職 敏家驊就為了我弄得要傷人 我自己都很不安心 但是這件事是由我引起的 高先生, 你怎麼處理 我沒話可說 我認識你這麼多年 你這件事難道我不知道嗎? 算了, 我也相信 你和敏家驊喝醉酒女士 我不會追究的 謝謝保先生 你別謝謝我這麼快做 再過幾天就只有Mr. Weiss 特意飛過來看USB 拜託你給我處理他 行, 我一定會處理他 敏小小, 你找到我寧了嗎? 還沒有聲音 不過放心 印內炮已經在幫我手掌握 對了, ES那裡你弄得怎麼樣? 還沒電 就這樣吧, 再電亂吧 老婆, 你去哪裡? 沒了你真的不行 user 老婆 是我 Ling姐到現在還沒回覆過我家 你昨晚做事做通宵嗎? 我煮一間早餐,你先出來吃點東西 不,屁股有胃口 找不到她也集中不到精神 那也要吃東西 不吃東西哪有精神? 來吧,吃一點點,好嗎? 來吧,走吧,很快有得吃 但我沒想過請我阿四回來做我老婆 如果你想配我,你做我老公 很私套 下次記住,找我老闆,我是孖伯 為什麼你那對臭物餵在房間裡? 我臭物餵 還不是你 你問一下,你還不是你? 你這樣吧,我… 好了 什麼?是不是還沒做老婆 就不做管家旁? 我已經解禁了動物月的機票和酒店 為什麼解禁了它? 為什麼呢? 為了我老公,我什麼都行 可以吃吧? 你自己吃吧,我出去走走 先生,想要什麼?有冰水要臘腸嗎? 我想要老婆 你想要老婆餅吧? 是呀,給我一盒子,我給你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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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買了老婆餅,就要找老婆 老婆 老婆… 老婆,你又去哪裡? 你知道我很擔心你嗎? 這兩天我自己都在想 或者我真的不懂得當你老婆 我很多事情都想得太簡單 我知道可能我的原則是多餘的 我自己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我好像不懂得面對你,對不起 不是呀,老婆 老婆,你沒有錯,是我不好 我知道你為了我放棄了很多原則 我知道你為了我,弄得自己要辭職 全都是為了我,我知道的 之前以為我沒有了你是沒問題 但原來我這天見不到你 不行了 老婆 我很害怕,我整個人發貌 我不知道怎麼做,我無法集中精神 我這幾天到處去找你 在街上亂走,我去那個孤兒院找你 我又去過你認識的朋友找你 他們全都說見不到你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好 我真的很害怕失去你 我知道這個世界裡 就只有你最愛我,最關心我 我知道我之前,我經常罵你 經常罵你,經常罵你 經常罵你,我不對,我認錯 你原諒我吧,好嗎 你不要走,我不會失去你 你不要離開我 你不要走 我…我已經去找那個高山了 我跟他說完整件事了 他已經原諒了我和孫少少 對不起,你看哭得… 鼻涕也出麻,真是假的 我請你吃東西 你知道嗎?我為了找你 通街酒就像個傻瓜一樣 一點也不承認 我買老婆餅的時候 我說如果我買了老婆餅 可以見老婆就好了 誰知道我買完之後真的見到你 證明天都注定叫你不要想了 你要原諒我和我一起 不是吧 你只是喜歡我多廢話而已 我常哄你開心 我答應你,以後每天 我想多點廢話都來跟你說,好嗎 夠了 我自己吃這麼大,不用你餵,當我是狗 怎麼跟呢?狗要叫牠擠,才有東西吃 你當然不用擠 不用擠也有東西吃了,好多好嗎 答應吧 我只要為你一輩子,我要你做我一輩子的老婆 做完下輩子的老婆,好嗎 好嗎?開箱了嗎 好嗎?開箱了嗎? 加油 吸引 有 又下雨了, 主要下雨這麼大 我待會兒怎麼走呢 天意, 連天都給我們機會走 白傘壞掉的, 傻瓜 怎麼會遮到我們, 一定變落湯雞了 你老公我做哪一行的, 是設計師 弄一弄就行了 你說如果這把傘可以遮住 我們兩個就不會砸湯吧 行, 沒問題 這麼小的, 哪有得呢 拿著 再來 幹什麼? 揹你一輩子 好 撐得住…不是很髒 現在不是一把傘, 兩個人一條衣服 不會砸湯 不行 幹什麼? 謝謝你, 老婆 你真是我的靈感女神 天父 我還好嗎? 你真是我的靈感女神 真是我的靈感女神 我下一個靈感女神 那是我的靈感女神 我下一個靈感女神 我下一個靈感女神 我, 你行嗎? 早安… 早安, 老闆 早安, 早安 這班人有空經常上來 沒有, 雖然我是小股東 但我應該關心公司的業務 放車大後日也是六月一日 如果報應是搞不定的話 我想你也需要我幫忙 難道我看著他壞嗎? 看又如何 Nancy有什麼事? Alex搞定了ES 我現在上來 Alex…ES搞定了? 是的, 我試了一整晚 ES終於沒有手機了 真棒, 你怎麼破解了? 因為之前我們太貪心了 把所有電子零件放在同一塊底板上 雖然解決了散熱問題 但就令電流負荷太重 搞定他整天手機 但是現在我們把底板一分為二 分開上下兩格 中間再加一個分流器 一來可以加強散熱的功能 二來還減少電流的負荷 減低了電子對流的衝擊 三來是因為有這樣的變度 所以加強了默充的火力 令ES更加穩定 充電的時間還快了三分之一 這麼正? 真的工作人, 大哥, 我服了你 是的, 剛才我的電話 乾淨了, 沒電 放在這裡, 充了五分鐘而已 你看看, 全都破了 小事 Alex, 我向來對你很有信心 是之前的結婚趕得我太緊 我知道他害得大家有點不開心 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明白的, 高先生 我不明白, 大哥 你是怎麼想到一個解決方法呢? 就是全靠我身邊這位靈感女神 好… 又是她的, 又是她的 又是她的 昨天我跟她兩個人用同一把傘遮雨 遮雨的時候看法出來 令我明白到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 但只要齊心, 兩個人互相遷就 互相體諒, 就可以遮風檔 有這麼巧合, 又是一場失魂雨 又是兩個人, 一把傘又有靈感 你真是… 老婆… 想我這次要感謝的就是… 我老婆 我也要衷心感謝你們, 夫妻 說回公事 你既然搞定了ES 就盡快做個新墊舞出來 過兩天還要給德國客人看 我知道, 但又重新做過兩塊 不同的底板 還有寫過程式 大哥, 其實這麼忙 不如我們幫忙吧 兒子, 我們也有份, 讓我們幫吧 是呀, 讓我們幫忙吧 你們? Alex, 他們一心都是為公司 不 Alex 問題 好了…一家人都回來了 好了, 別站在這裡, 開工吧 好… 快點 老闆 你看到了, 這一天研發成功 不用上來上得那麼密 賈先生… 閉嘴 你經常都為人家無法解決問題 現在人家什麼都解決了 我的主席位置不用再坐 你慢慢回總部報告照吧 放心, 我們還有兩天時間 這件事還沒結束 小姐, 有什麼可以幫到你呢? 阿堅, 這邊 讓我替你介紹 這位唐先生 是這個地產的老闆 你好 這位毛小姐 你好, 毛小姐 其實唐先生已經聘請我在這裡做經理 不過我跟他說 說需要個助理幫忙 所以我提議了你 唐先生已經答應了請你 是的, 我們現在公司 正在擴展任業務 很需要人才 唐先生說毛小姐你能幫忙 毛小姐, 你明天可以上班吧 我還以為是很初步地談談 何貞席, 你怎麼搞的 把我放上桌子? 不是, 你反正跑了一個牌子 對樓室又這麼熟, 又想快點上車 做這行就最適合你了 你不想做嗎?我跟他說一聲吧 你這麼認真幹嗎?我只是跟你開玩笑 我感謝你介紹了一份工作給我就真的 不用客氣 不過有奇, 又會有個這麼好的老闆 會一拖一這樣聘請嗎? 也不是很奇怪 我跟他是舊同學 那時候我是頒獎 他欠我一句人情, 也要還的 原來是的 你為什麼這樣看著我? 何貞席, 平時見你這麼貞席 原來也這麼狡猾 好痛啊 無論如何, 欠你一頓飯 你們兩個沒事也沒人相信吧 不是, 我們… 是嗎?又想說是好朋友那些嗎? 你發什麼瘋子? 現在你斷正, 還有什麼好說 你說什麼?我跟他沒事 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我們已經分手了 我的事不關你的事 你之前扮了清高, 說得自己那麼有份 一擺明是看到他有錢才非我 你已經很便宜 這幫不是為我, 是為你的人格 喬結, 我對你很失望 很厲害 怎麼了?搞什麼? 我展示都拼了七七八八了 這把一公尺一定可以做成功 那就好了 我ES的新編程都寫得差不多 明天日進入到展示中 大關就成功了 太好了 大哥, 你累了 明天回來再寫歌吧 對了, 反正我們都很久沒打過 阿Bino,不如今晚… 不用不如,最近大家都辛苦 今晚就阿瑜哪一頓勁的 你請? 不用這麼齊?你們請不行嗎? 請,無所謂,不如叫Alan吧 那我叫 剛才還在,難道走了? 不會,白老還在穿,袋子還在 走開了一會兒 算了,他們最近玩獨家車,別搞了 來,把東西拿走 走吧,大哥,大哥,大哥 大哥,給我吃 吃什麼? 你們請,你們說是吧 我們說是死人一窩了 是吧? 是吧 嘿,我們說是死人一窩了 你不願意想的話 那麼,輝瑣又都不說 他說是死人一窩了 是死人一窩了 你不言,你不是說是死人一窩了 就是死人一窩了 那一窩了 我倒楣,我走不停 你想過你要殺死人一窩了 你想睡了 你想過嗎? 你不知道怎麼說是死人? 你不能死人一窩了 你想死人一窩了 你還想死人了 但地球先生病了 天氣變得越來越差, 是人為因素 原來高德的惡劣情況 都是人為因素 你要針對我, 你不用拘捕這麼大吧 你說什麼? 什麼事就是 ES的資料都亂了, 中毒了 但是… 有什麼救? 救回你趕不及交給Mr. Weiss 我和你是私人姻緣 ES是公司的資產 你之前沒在意, 覺得會失敗 房間是你, 電腦是你的 現在出事, 你罵我? 你還假裝?資料都放在我電腦裡 你也知道, 連帳號你也知道 人家也知道是帳號的 你這麼說, 人家也是兇手 說什麼? 他們昨晚跟我一起走 那時候你還沒走 還沒走也是 你不讓人走完之後回來做手腳嗎? Elaine出名而不拿, 可能她做的 你不要亂說, 真不是我 打電話報警 好啊, 搞清楚這件事, 別冤枉好人 你怎麼也從Elon搞出來的? 不是她還有誰 雖然現在我們沒有證據 但是已經報警, 叫警方去查 那多久搞得好嗎? 我想最快要三十天 不好意思, 高山 我知道是我疏忽, 對不起 明天Mr. Weiss就到了 我們不能給他這件事 他不會給我們第一件事 那就糟了, 後天就六月一日 公司沒錢出錢了 沒錢出錢? 本來借一千萬是不困難的 但是公司最近發生了這麼多事 頂了這麼多條數, 銀行不肯再借 現在說什麼都沒用 最重要是找到錢救公司 之前聯絡過萬永豐和盛政昌來注資 他們一槍單我們, 說沒興趣 現在怎麼辦呢? 剩下這一天的時間 怎麼也要盡上有努力 Alex, 你要盡量縮短收服這一天的時間 少一天就一天, 我會盡量的 不過高山真的會有點懶惰 但是我會想想其他辦法 Princess, 找太陽把阿Lee的電話給我 好 現在什麼方法都要試 讓我阿Lee有門路 好, 我明白了 我懂得怎麼做的 好 好 怎麼樣 你在哪裡?為何今天發的 Elroy的臭小子猛猛 不知道他會否能儲存ESD的東西 拿去買 我不跟你說, 我跟著他 小姐, 怎麼這麼早回來呢? 幹什麼?撕東西嗎? 什麼撕東西? 這些東西全都是我的 拖鞋、烤斗、圍裙 全部都是我自己給出發 你這個臭小子 我說你們兩個是犯我, 我回來收拾東西 你這個人這麼壞, 我不走著旗了 我幫你讓你爸爸做那麼多好事 你不說嗎? 我現在爸爸說你心底不好 好…你經常說我心底不好, 走 走, 走得走 你這麼壞, 你不說我也會自己走 慢著 你知道這樣對我不對嗎? 神經病 工人酒還是茶袋 你不是去找 裡面的東西全都是我的 什麼? 你這個臭小子, 原來怕高三的USB 你一直保持在我身上? 不是, 這隻不是那隻的 神經病 肥花 你不喜歡走嗎?走 肥子 走, 我回來了 小姐 不是呀, 表姐, 我的手指很厚 不是呀 這隻手指是我自己給錢買的 我的手指還給我 你好…坐 我每次來香港都叫阿Lee介紹高三給我吃 這次一落機就接到電話 你真的很高興 是呀, 有心不怕錢 是呀 阿Lee常常提醒你 我阿Lee在街鄉鳴波 有很多生意想來香港發展, 是嗎? 是呀, 我街鄉水鎮而已 阿Lee的意思是她資金太多, 蕃藍 所以什麼生意都想投資一下 阿Lee真是風趣 這就對了 我們高德很需要有新的注資 有錢站我就有興趣 二千萬做個小股東 跟高先生學習吧 我千萬別這麼說, 我不敢當 對了, 這位簡小姐 是我們高德的財務總監 今天特地叫她來給我們高德盤數 凌先生, 你過了一幕 高德的財務一向都沒問題 凌先生 那些事不用看了 我們出來工作都說過信志 什麼時候簽約? 簽約之後我就一次過給你們現金 凌先生, 真的爽快又豪氣 波斯庫 是 怎麼這麼巧? 喂, 師兄 很巧 介紹你認識 你… 這位寧先生, 這位是波斯庫 是Sam的伙伴, 高德的股東 你用… 寧先生, 肯會… 真的對了 寧先生快就入股你的高德 做你的股東 入股?我打算退股 退股?為什麼? Sam, 你這樣做人怎麼行? 你弄得高德全都是空洞 現在找人來填藤? 你說什麼? 什麼藤? 高德已經揹得全身, 當然是找人來填藤 你又說他們財政很穩健的 高德的財政一向都沒問題 一本數可以做出來的 不過你外人不會明白的 你不要亂說 我沒亂說, 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我身為高德董事, 我最清楚 阿先生 你敢不敢跟別人說? 你沒找人揭曉一層樓 沒問銀行借錢, 銀行不肯借給你 Sam, 現在什麼警方全行都知道了 雖然我認識你沒多久 但我真的不能掩住良心不告訴你 就算你實力多紅厚也好 也不應該拿來填藤 銀行 郭先生 真是, 沒有你這樣做生意的 今天我們就當梅棠湖 阿力, 交朋友得小心 銀行 你不看我, 銀行, 終於都沒用 周先生, 阿力, 不是這樣的 你怎麼搞的 阿力, 你把高德說害我都行 把高德說是你 不過人家真的無疑無救高德 但我有, 我向來對高德都有情有義 你給我加股的話 你不必去找人注資 你不必至於, 我碰不碰我都不會求你 你說話不要這麼快想清楚才說好 時間這麼急, 你哪裡找人? 還有, 以後你找一個 我替你刮一個 胡, 香港有這麼多人 我看你刮得多一個 你多夠台影 我刮不了很久了 別忘了, 明天五月三十一號 德國老來, 你沒有貨膠 你就沒有歐羅沙 沒有歐羅沙, 公司出不了薪金 Sam, 你刮不了很久了 不要死慘 難道我還以為你這麼好人 特地去接我 然後留了一枝紅菜在車上 我親自下廚煎牛扒給你吃 我還不算對你好 什麼聲音? 不知了, 留上的兩夫婦 經常坐到垃圾 那兩夫婦有什麼好做的 我親自下廚煎牛扒給你, 阿鐵 阿鐵, 坐下, 待會兒再叫你 你什麼?喊成這樣? 千萬不要這樣形容男人 快點拉回來 我電話給你 快點拉回來 你好, 賈先生 阿倫, 你在家嗎? 是 我在你樓下, 現在上來了, 就這樣 快點走 什麼? 快點走 不是吧?我現在這麼刺, 你叫我走? 我也在上來找你一陣子 Sam哥而已, 我又不是 Sam… 不是Sam哥, 新老闆也走 新老闆, 那我更加要認識一下 好吧, 乖, 下次再吃吧 阿倫, 吃一口, 吃一口 阿倫 這個男人比我更快 進房間… 乖, 吃一口… 吃一口, 吃一口 吃一口, 吃一口 是 賈先生, 這麼快? 千萬不要這樣形容男人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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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話不說就注資 但是賈先生一來就馬上扭轉局面 是嗎? 那你也知道針泡進得好 然後可以適當的時候出現 才可以一下子打死三個號碼 是嗎? 我們為未來高德新主席, 乾杯 乾杯 還沒齊人 到了 好 高先生, 不好意思 我先穿件外套 高先生 高先生, 你怎麼會上來的? 我上來找Francis 我上來的電話號碼 在我的車上 我上來的電話號碼 在我的車上 我上來的電話號碼 在哪還有? 我是你上碼 我也要來的 IT 我上來的電話號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